我去洗完澡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都有擦乾 可是大概在三四天之後 突然覺得那個傷口是悶痛 就是一直有一些 好像濃的那種東西流出來 就被轉人去台大醫院 頭部產的傷口感染 他就拿那個紗布 弄成一個捲 就沒有麻醉的 直接給你塞進去 啊 越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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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就是塞到不見了 然後你抽出來 全部都是那個 黃黃紅紅的 全部都是濃 然後他再去照那個斷層 發現說我那個是已經裂到 就是全部都有感染到 只擦子宮沒有感染 所以他必須要 裂層是破了 他緊急就是 把它全部都拆開縫線 把所有的爛肉都解開 再重新縫 哇 你等於生兩次的感覺 我等於生兩次 坐月子有什麼禁忌 超多禁忌 很多事情不能做 對 洗澡 不能洗澡吧 對 所有的那個阿公阿嬤 就是老一輩 他們都說 我們以為這個是常識 你怎麼會自己跑去洗澡 我去洗完澡之後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都有擦乾 可是大概在三四天之後 突然覺得那個傷口是悶痛 那時候也想說應該正常 應該剖腹產都會有點悶痛 可是後來發現他有一些就是 就是一直有一些 好像濃的那種東西流出來 從那個 從那個膠帶的外面流出來 我原本以為是髒水 但是擦一擦之後 發現怎麼越流越多 後來緊急去掛急診之後 我原本也沒有多少 但是我當天就被轉人去台大醫院 然後我就去醫院住了十天 原來我的那個傷口感染 蓬腹產的傷口感染 然後一般來講就是 是女生切 切到子宮是剝七層 有沒有 你要 我是除了子宮沒有破 其他的地方 我全部都重新切掉 再縫 我跟你講 一開始只有一個小洞 我以為就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裂掉什麼 但是後來他就沒有麻醉 都一開始入院之後 他就拿那個紗布弄成一個卷 就沒有麻醉的 直接給你塞進去 越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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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就是塞到不見了 然後你抽出來 全部都是那個黃黃紅紅的 全部都是濃 然後他再去照那個斷層 發現說我那個是已經裂到 就是全部都有感染到 只擦子宮沒有感染 所以他必須要 六層是破了 他緊急就是把它 全部都拆開縫線 把所有的 然後剪開 剪掉之後 再重新縫 你等於生兩次的感覺 我等於生兩次 真的很恐怖 我嚇傻了 就衝了那一次之後 我就導致我就是一遭 被蛇咬十天怕草 我就三個禮拜都沒洗澡 全身吵吼吼 然後每天都哭 因為我們原本 你還哭 一定要哭 不能哭 對 聽說不能哭 對 不能哭 我那時候也有聽到 就是我有聽說人家跟我講說 不能哭 可是我就覺得 我已經那麼悲慘了 如果再不哭的話 我都要崩潰了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哭嗎 因為我們生完小孩 其實我們的血液的 攻擊量是沒有那麼多的 它又要分配到你各個器官 所以當你哭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很容易疲勞 你眼壓就會容易過高 然後有一種 所以 像我那時候也有哭 因為就情緒很敏感 就憂鬱啊 那麼慘 怎麼能不夠是哭 而且我那時候看不到小孩 對 所以我就是每天哭 哭完真的眼睛是模糊的 會喔 會喔 你要說坐月子不能哭 那志祺常跟我講說 月經來的時候 不能跟老婆吵架 如果她哭的話 那個一滴眼淚都是一滴死 這應該是她 就是叫我要讓她的意思 第一次聽到 這我都沒聽過